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啦啦啦啦啦,快乐小天使 小朋友,我们乱游戏 小朋友,我们多快乐 快乐小天使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小朋友 你们是不是觉得 沈姐姐今天打扮特别不一样呢 是不是穿得特别漂亮 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沈姐姐在这边 要跟小朋友欢度我们 两百集的大的庆会 所以在节目的安排上面 我们也非常的特殊 我们就要带领的小朋友 回顾在过去将近四年 快乐小天时的节目当中 我们所播出 所制作很精彩的一些不同的单元 相信小朋友 看了一些精彩的画面 都会想起在那个时候 沈姐姐是什么样子的 或者是教过你们什么样的字 或者是唱过什么样的歌 同时呢 除了在回顾的单元之外 我们为了要庆祝两百集 我们也特地邀请了 很多可爱的小朋友 到我们的现场 一起来跟我们欢度 这个特殊的日子 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们 快乐小天时 快乐小天时 独特地邮 独特地邦 太棒了 神姐姐 这是我第一次在节目里看到这么多的小朋友 这是谁在说话 神姐姐 是我了 小朋友你们猜她是谁 阿达 阿当我们用掌声来 鼓励鼓励她好不好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阿当啊 你不是记得要跟小朋友见面吗 干嘛躲在后面不出来啊 不是啊 神姐姐 我是在后面照顾那个大蛋糕啊 照顾大蛋糕啊 你看我们这个阿当啊 就是喜欢吃 好 没问题 今天神姐姐啊 特地准备了一个 五层的大蛋糕哎 就是啊 好棒啊 神姐姐 那你赶快来切蛋糕了吗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知道吃蛋糕以前都要怎么样 唱生日快乐歌对不对 对 好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请小朋友 一起来唱生日快乐歌好不好 好 咱们要来哦 好 一起来唱大声一点 一 二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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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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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棒了 我们一起拍拍手 好 好 那么我们这个大蛋糕呢 待会就请阿当啊 就把它切成 平分一下 待会请大家吃好不好 大家好啊 好 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 既然我们又请了这么多的小朋友 到我们现场来 当然不能让小朋友 没有一些游戏是不行的 所以一开始 我们请小朋友来做一个热身的游戏 我们来玩这个龙球大赛 好不好 好 我们要请两个大根哥已经准备好两个大的龙球给我们了 现在呢 我们希望小朋友先从前面往后传开始 好 好 所以就是要发挥小朋友的团队精神 加油 加油 再往前传 加油 往前传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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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第一次呢 是这边的小朋友 他们最快传回去又传回来 好 先给他们拍拍手 我们再玩第二次 再玩第二次啊 从前面传回去 再传回来 看哪一队最快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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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一开始的游戏啊 是一比一打成平手了 我们还要再比赛第三次看哪一组的小朋友获胜 就算获胜了啊 这次神女节看得很清楚 好像是红球这边比较快 我们给她们吵一声 加油 但是这边的小朋友也玩得很好 不要失望 等一下我们还有很精彩的游戏啊 好 你们玩得高高兴啊 神姐姐 神姐姐 谁啊 谁叫我 神姐姐 你们玩得好愉快哦 那当然喽 阿当 怎么 你玩得不愉快啊 我 我都没有玩到啊 你都没有参加哦 就是啊 好可惜哦 这样子好了 阿当啊 是你来这个补偿你一下怎么样 好啊 哎 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快乐小天使有个很受小朋友欢迎的单元就是方块字 我记得啊 那个单元我学到好多中国字哦 对 而且呀你透过这个时光隧道也去拜访了很多有名的人对不对 对 好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个方块字的单元好不好 好 好 我们去来看 方块字 神姐姐 那个时候你好年轻啊 啊 你是说现在神姐姐老了 不是啦 我是说方块字里头那个时光隧道可以让我们回到以前的时代去求学问 人当然就显得年轻了嘛 对对对 阿当啊 这次啊 神姐姐再来考考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学过的方块字 绝对没有问题的 嗯 好 那你可准备咯 好啊 这个是什么 哦 这是充分的充 这个呢 这是侧 对 书侧的侧 这是花朵的朵 对啦 这个呢 这个 强盗的刀 哪一点你就不会了 那这个呢 恒心的恒 哦 这是亮字 对 这是帝王的地 对很好 哦 这个呢 吞燕的吞 嗯 怎么样 神姐姐 算你八十分了 哎 对了 神姐姐 这个人我见过耶 他 他 他是 他是我们的开国功臣郑成功 对对对 我去拜访他 然后学了一个下这个字 这是锦阳钢 锦阳钢的五胸大虎 也是我们方块字里头很有名的一段哦 对 我还记得像五二郎请教了虎这个字呢 对 哎 哎 哈哈 当你那个字好可爱哦 哎 哎 这个人好凶哦 哎呦 这个人好凶哦 这谁啊 他好像是牛魔王是不是啊 对 哎呦 他教我为何咒的区别 那人还不错嘛 嗯 这个呢 就是神龙 是 还记不记得 对 他虽然奇毛不扬 还教了我一个骗这个字 你的朋友啊可还真不少呢 哎 这个又是谁啊 哎呀 他就是少林寺里的禅宗大师嘛 那个时候我好不容易闯了进去 他教了我少林寺的字这个字 对 这个是专门解决人问题的华佗医生 记得吗 对 我向他请教烦恼的脑这个字 哈哈 哈哈 这个是三国时代的诸葛亮 也上场咯 哈哈 他姐说亮这个字还真有一套呢 这个又是谁啊 他是大名鼎鼎的吴凤啊 他教我写祭拜的祭字 啊 神姐姐 这是你吗 啊 不好意思啦 神姐姐也到时光隧道里头 拜访女童君杨慧敏 学她的杨字 哦 哈哈 神姐姐你好漂亮 啊 这是梁红玉对不对 对 好神奇哦 在这个梁红玉里头呢 神姐姐也学到了梁这个字的正确写法 哎 这又是谁呢 这个是爱国志士丘锦女士 她告诉我们 崇拜的丛字应该怎么样写 啊 哎 哎 那个人好眼熟哦 她 就是为了 神姐姐为了学买这个字摆地摊嘛 哎呀 不是啦 我是学旁边的那个人 旁边那个人 对啊 你看大脑袋的 就是啊 哈哈 在这里她就是谁 啊 哎 哎 她就是安安 各位小朋友好久不见 来 给她拍拍手 哇 神姐姐好 你好 阿当好 安安好 安安呢 你这一阵子跑到哪里去了 害我差点都忘了你了呢 我已经上国中了 所以啊 现在功课比较忙 没有办法跟大家经常见面 嗯 安安 那你今天是稀客 可不能说走就走哦 嗯 没问题 我们一定要先请安安 吃了蛋糕再走好不好 好 那现在我们就吃蛋糕了 好 走喽 好棒哦 快乐 加点筋 快乐 加点筋 提巴碰 提巴碰 提巴 提巴 咚咚咚 无碍 各位小朋友 快乐小天使播出了将近四年的时间 那么四年不算短 我们的小朋友也都慢慢地长大了 就像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两个 主要的人物像阿当 还有以前的安安 他们也都长大了 阿当 你有什么感想 要跟小朋友们讲一讲的 感想啊 长大了 长大了 我觉得我变老了 变得比较成熟了 你变得成熟了 对啊 那你也没有觉得你比较懂事了呢 有啊 因为神姐每天都告诉我 这个不可以做 这个不可以做 我都变得很懂事了 对 我想小朋友们 一定也从我们快乐小天使当中 有了很大的收获吧 那安安你呢 你已经上国中了 也没什么感想 我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学生 现在已经变成国中生了 马上就要升高中了 日子过得好快 我们应该好好把握才对啊 对 呃 在将近四年的节目当中呢 好像阿当啊 你都没有正正事事地唱过歌 给小朋友听啊 哦 所以啊 我们今天请阿当来唱歌 好不好 哦 阿当你来唱这个西风的话 好不好 然后我们又特地 这个男生都会有这个 所谓的变声期 对不对啊 对 那我现在的声音正好是很沙呀 很难听的时候啊 你不要客气 所以啊 神姐特地帮你请的杨云峰老师 也就过去四年当中 一直担任我们的 这个音效指导的杨云峰老师 来帮你伴奏好不好 好 那你等会儿要帮我唱哦 好 没问题 好 开始了 去年我回来 你们刚穿西面庞 去年我来看你们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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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胖又 便高 你们 可 记得 智力和花 变脸 头 花上 裤重 美颜色 我把树叶都染红 小朋友们一起唱 去年我回来 一门高传新年号 今天我来看一门 一门变好又变高 你们可记得 池笠和花变变同 花枣不愁美颜色 我把树叶都染红 唱得太好了 阿当还有杨老师 他唱得好好听 你好 阿当我想起来了 在过去这些年当中 我们小天使也做过了 很多特别节目 对不对 对 你记不记得 在前年的一个儿童节里头 我们到山上去走了一趟 我记得沈姐姐 我还记得那些山上的小孩 都好天真 好可爱 对 沈姐姐 我记得我们还做过一个专辑 对 我们还做过一个山谷的 回响一个专辑 报道了很多山地小朋友 非常可爱 纯真的一面 现在我们就来回顾这些片段 好不好 好 好 哇 他们都穿金字裤 沈姐姐记得 这是屏东雾台乡的小朋友们 他们为我们跳 雅美族的勇士舞 非常的健壮吧 要是我 我还不敢这么铺漏呢 铺漏 铺漏 沈姐姐也在跳舞 沈姐姐 你跳得好开心哦 对 这是沈姐姐和花莲 从德国小的小朋友 在一起跳原始舟 你看 这些小朋友都好热情哦 沈姐姐 山上的小孩 是跟我们有些不一样的 对 他们很热情 很单纯 很健康 现在沈姐姐正在发小礼物 你看 他们都在亲我 虽然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不过沈姐心里很高兴 那他们在堆什么呢 这个是他们在沙滩上堆 这些鳄鱼 花莲 风冰国小的小朋友 他们的手艺还非常不错哦 沈姐姐都湿透了 对 因为当天下了一点点小雨 沈姐还记得 哇 是躲起比赛 看谁跑得快哦 对了 那天下雨的时候啊 沈姐姐在沙滩上 和他们一起玩 非常有意思哦 沈姐姐 你还当山包呢 哎 这些沈姐姐穿起 他们传统的服装 和风冰国小的小朋友 一起跳 猫宫山下的婚礼 哦 这是他们结婚时候 跳的舞的音乐 对 他们把山地 传统的婚俗编成了舞曲 沈姐姐啊 也是当天 现买现卖哦 你们看 跳得还不错吧 还不错啦 沈姐姐 山上的孩子 为什么一直都这么开心呢 这是因为山上的孩子们 无忧无虑 没有什么烦恼 所以他们都是 最快乐的小天使 对 快乐小天使 沈姐姐 那我们呢 我们当然也都是 快乐的小天使啊 所以现在 我们再来玩个游戏 好不好 好 这个游戏叫做飞天魔毯 我们已经有了 两队的小朋友 每一队分别是 十个小朋友 他们分别在那两边 那么有两个大哥哥 为他们拉这个地上的魔毯 他们必须要 一跳一跳地跳过去 换到这边的小朋友 再跳回来才可以啊 那么我们台上的 观众小朋友呢 也要帮他们加油 你们这边是什么队 红队 你们是什么队 蓝队 好 我们分别给红队 跟蓝队来加油 预备 开始 红队加油 红队加油 这个时候 我们要顶一下 两个小朋友 你要让小朋友 一边一边的跳过去 可以 哦 这个跳白一点 好 可爱 红队加油 好 注意了 注意了 红队加油 这个速度很快 红队加油 红队加油 宣队加油 还剩几个人 还是剩几个人 手衰加油 可以看 手衰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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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下一个小朋友 方向加油 这边还有一个 来 给他鼓鼓掌快点 哎呀 运动员精神 好 哦 还有一个啊 哎呀 好 还有没有 没有了是吧 好 结果是哪一队比较快 红队 红队是哪一边的 这一边的 来 给自己拍拍手 但是蓝队的小朋友 也很有运动精神 不管是谁赢谁输 我们都要坚持到底 所以我们也给蓝队拍拍手 好 各位小朋友 进行完了这个阶段的游戏之后 等一下 许女姐还要讲故事给小朋友听哦 请你们稍待一会儿去收看 快乐小天使 小天使 快乐小天使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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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 吾啦 小朋友好 那么这段时间里头呢 许女姐姐要来跟小朋友们讲故事 小朋友你们喜不喜欢听故事啊 喜欢 哦 这个声音最大 好 今天啊 是你的来讲一个 长生不老的婆婆的故事 好不好 好 从前啊 有一个老婆婆 这老婆婆的年纪 当然就很大了 对不对 对 这老婆婆呢 她本来有很多的儿女啊 但是呢 这个老婆婆的儿女啊 都渐渐地长大了 都结婚 生子 也就是各立门户 都没有跟这个老婆婆住在一起 所以老婆婆一个人呢 她当然很寂寞了 对不对 对 你看都没有人陪她讲话 所以啊 这个老婆婆呢 她就一个人搬到这个 山林里头去住 跟这些树木啊 还有这些飞禽 走兽啊 都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小朋友你们想想看 在这个山林里头啊 有哪些动物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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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小朋友讲了很多 比较凶猛的 像什么老虎啊 狮子啊 什么豹啊 还比较可爱 我们讲比较可爱的 有什么 小白兔 有小白兔 有小白兔 这个是什么 小白兔 这个又是什么 猴子 还有这个呢 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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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多好多可爱的小动物 那么这个老婆婆 因为很寂寞 对不对 所以呢 她就跟这么多的 这个可爱的小动物啊 就变得很好的朋友 那么因为这个 老婆婆对她们很好了 所以呢 有时候啊 哎 这个小猴子啊 就会帮这个老太婆啊 去挑水啊 挑水来给她喝 哎 另外呢 有些动物啊 就连这个最有心机的狐狸啊 她都会帮这个老婆婆呢 打扫一下这个庭园 所以老太婆呢 跟这些山林里的动物啊 处得相当的好 可是小朋友 你们想想看 这样子的话 老婆婆她快不快乐呢 快乐 本来哦 应该是很快乐的啦 可是老婆婆她觉得说 她这个年纪哦 越来越大了 她想 她在这个世界上 还能够活多久呢 所以啊 她就很怕人家说她老 小朋友 你们怕不怕人家说你们老 你们当然不怕 你们这么小怎么会老呢 对不对 所以就没有人跟你们说老 有没有人跟你们说老啊 那当然是没有啦 可是这个老婆婆啊 因为年纪比较大了 而且这个儿女啊 都不在她的身边 对不对 所以她一想起来啊 哎呀 这个也不知道哪一天啊 就不在这个人间了 所以她这个心情呢 就很不好了 那么这小动物啊 你看啊 来 是你来给你们玩一下 给你们看啊 这小动物啊 像这个小白兔啦 小猴子啦 还有这个 这个小狗啦 他们跟老太婆啊 这个感情啊 都非常的好 那么大家呢 也晓得说这个老太婆啊 不喜欢人家说她老 所以对这个啊 都不敢提 都尽量说 哎呀老婆婆 你今天看着好年轻啊 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啊 他们对老婆婆啊 实在都是很好 可是有一次啊 这个小白兔啊 她忘记了 哦 这个小白兔呢 在跟这个老婆婆 讲话的时候啊 她突然就很赶上的说 哎 岁月 碎人老啊 哎呦 这一听啊 老婆婆就很伤心了 对不对 哦 她想说 哎呀 我就是最忌讳 人家说我老的 这小白兔 怎么说我老呢 是不是这样子啊 于是啊 这个 这个小白兔啊 她想反悔也来不及 因为话都已经说出去了 她就说 哎哎哎哎 老婆婆啊 我不是故意的嘞 这个 哎 我也不是说你老了 只不过这个 哎 她越讲这是 越解释越糟糕了 所以啊 从听了这句话以后啊 这老婆婆的心情 本来是很好的 结果听到这个小白兔 这么一讲啊 她又想得很多了 她想哎 这一下子啊 我还能够活多久呢 啊 这个小白兔都说 岁月催人老啊 所以心情就很不好 这个心情一不好 就怎么样啊 就 所以越来越 这个心情不好啊 这个老婆婆就生病了 啊 而且生病还很严重啊 就躺在床上啊 就不能够起来了 哇 所有的小栋啊 都好担心哦 就想哎呀 这个怎么办了怎么办呢 哎呀这个这个 大都怪的小白兔 都是你啦 什么什么岁月催人了 莫名其妙的你啊 这小白兔呢 也很无辜啊 她其实是无心的 对不对 可是后来啊 这个小猴子啊 就想起了一个妙计 嗯 哎哎 她说 嗯 仙人自有妙计 啊 她就想到了一个妙计 小朋友你们知不知道 她想到什么妙计啊 知道 哎 小猴子啊 想到了很好的妙计 可是想到什么样的妙计呢 这个啊 要下个礼拜啊 沈姐姐才要把它 讲了给你们听哦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回顾到了 方块字 还有带小朋友们回顾了 我们在儿童节时候 做的山地的专辑 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 我们还要带小朋友回顾 在过去的四年当中 沈姐姐唱过很多 好听的歌曲 沈姐姐小朋友们 一定会很喜欢的 同时 我们还要告诉小朋友 到底这个聪明的小猴子 他想到了什么样的主意呢 别忘了 下个星期四 要收看我们快乐小天使 第200集的播出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再见 再见 小朋友们来跳舞